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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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合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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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么多啊 这不是你爸办后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退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工作杀也值八千一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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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儿跟着她发脾气她也顾不上了 只是心疼地看着想外部 林家秀原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就听到何思维站在院子外面 何人说话 我爸去了 我爸去了 林家秀又有身孕 我劝他不要留也劝不通 他又要带着小枫 肚里还有个未出世的弟弟或妹妹 我马上要下乡啊 什么忙也帮不上 让我怎么对得起我爸 你林家秀又有了 哎呦 这么大的是他一直满账 都说后走到一起的不如发小夫妻 我看这话也不对 换成哪个女人能做到你林姨这样 思维啊 以后你可以好好孝顺你林姨 林家秀听到议论声 她有身孕的事又闹得人尽皆知 一个亮枪 差点当场撅过去 这样一来 岂不是坐实了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何家的 林家秀回院子 却让邻居发现了 被围在中间七嘴八舌的劝了起来 林家秀脑子嗡嗡作响 等回到家里时 外面的天早就大黑了 结果当天吃晚饭的点 家属院里的人就都知道林家秀有身孕的事 又惊又想 林家秀当天晚上就发起烧来 第二天才发现林家秀躺在地上已经晕离过去 第二天才发现林家秀躺在地上 思维 我妈怎么了 你快把把卖 哼 姝美姐 林姨只是发烧晕厥过去了 我已经让小枫去喊人了 咱们先把人扶床上吧 要是这时能扎两针人也能洗 两人把人扶回床上 思维 你不是会针灸吗 你快给我妈扎两针 姝美姐 我爸的针应该是在柜子里吧 钥匙在林姨那 那你还等什么 快去找啊 林姨把钥匙放在哪 最后在枕头下面把钥匙找出来 又打开柜子 在里面翻了一会儿 拿出一个牛筋布的布卷 塞到何思维手中 是针吧 这是何家祖传下来的一套银针 钱是因为爸爸去世 他只顾着伤心 这套祖传下来的针灸针也要回来 何思维原本是想这两天找机会偷回来 如今有机会自然是光明正大的拿回来 他拿出一根银针 抓起林家秀手指 十只手指度都戳出血 一番操作下来 最后一只手指放完血 林家秀英灵一声 慢慢地睁开了眼 我这是怎么了 刚刚过来看到你倒在地上 可吓死我了 没事 林家秀目光越过女儿 落在何思维手上 思维 那套针 李姨 针我会收好的 这是我们和家祖上传下来的 就是我把自己弄丢 也不会把针弄丢 你就放心吧 你看看你自己都什么样了 还操心那些 你现在能起来吗 我扶你去医院 是啊 林姨 你就是太劳心 才病倒的 还是先去医院吧 姝梅姐吓话了 翻了好一会儿 才把这套针翻出来 要是不给你湿针 还不知道你多久才能醒呢 这话听着是王姝梅关心母亲 林家秀没有感动 反而气女儿把这套针拿出来 她一口气吐不住 硬生生又把自己气晕了 这怎么又晕过去了 姝梅姐 不用着急 林姨只是身子太虚了 这时 跑出去找人的和风 也带着几个邻居来了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 抬着林家秀出了屋 在医院还不等检查 林家秀就醒了 医生检查说只是感冒 因为她有身孕 不好打针 开了点退烧 要让她回家养着 回到家 林家秀的脸色一直很难看 何思维却知道是因为什么 王姝梅布置这套针灸的针的贵重 只当是一套铁针 林家秀定然是看中这套针 是祖辈传下来的 有年代的老物件 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值钱 林姨 你只知道这套针有180根 其实这套针是360根 这套针是银的 仰化后变黑 看着像铁的 而下面这套针是金的 除了我爸也只有我知道 林姨 何峰是我弟弟 何家的东西将来她也有继承权 等她长大了 若是想学医 我会把何家这套祖传下的金针传给她 如今她还小 我会带她保管好 林家秀贪婪 前世林芳也是个商人 可以说与林家秀是一类人 知道有一套金针 还是祖传下来的 又怎么可能舍弃 所以他们为了得到金针 一定会好好照顾何峰 你 你真的会把金针传给小峰 小峰是我亲弟弟 不传给他传给谁呢 好 那等将来小峰学医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那也麻烦林姨照顾好小峰 小峰是我儿子 我自然会照顾好他 你大可放心 何思维给林家秀画了大 林家秀的病就好了一半 吃过晚饭 何思维提起了白天小麦不进货的事 林姨 那些欠下的进货快 白天不是卖五十多吗 剩下的让你书没解拿就行 我明天去和那边说说 每个月还二十 半年也还上了 思维 你安心的准备下乡就行 把自己照顾好 家里的是有我呢 省吃俭用 那点蛇的钱 我咋也还上了 林姨 姝美姐 我知道你们是心疼我 可我不能这么自私 白天和你们说的话 也不是我一时冲动 我爸走得突然 还有半后是花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可不是小数 不能让别人觉得咱们是孤儿寡母 就欺负了咱们 我爸是走了 还有医院给咱们做主呢 我明天就找人给咱们做主去 也没花那么多钱 有了白天的事 林家秀也不敢再撒谎 林姨 你就别安慰了我 真没花那么多 就花一千多 当时让别人帮忙抬你爸 我给那几个人包了点红包 原来是一千多啊 那也就是说我爸的工作 是姝美姐花一千多买来的 母女两个脸乍青乍红 仿佛被包光的衣服 推到大街上让人打 林家秀当时看到丈夫突然没了 妓女又正好高中毕业 这才胡乱找个借口 把工作给了自己女儿 事后也觉得漏洞百出 好在何家平日里 与外人不怎么走 又没有亲戚 妓女性子软又好拿捏 也就放下心来 思维 当时你爸去的突然 咱们家又没有亲戚 你爸后事不能放在那 当时有这个难题 林姨可以说给我 我去找医院 我爸在医院工作半辈子 没钱办后事医院总不能看着 再说我爸这不是还有工作吗 大不了我接了班 几年就能把钱还上 何思维这话和直接说 他们母女不要脸 想工作也没区别 都是成年人 这点是谁想不明白 王树梅心虚的一直没开口 思维 这只是阿姨有私心 对不住你 其实私下里我已经和树梅商量过 每个月工资拿出一半攒下来给你存着 林姨 我一个同学的哥哥 家里把她安排到市医院 要八千呢 这么大一笔钱 树梅姐同会议吗 外人都拿这么多 你树梅姐难道还比不过外人吗 你放心 这是我给你做主 她不拿我给你拿 只是你树梅姐刚上班 这钱只能一年给你拿一部分 林姨 就是亲姐妹 父母给其中一个安排工作 另外一个没工作也是要给钱补偿的 我和树梅姐又不是亲姐妹 按你的想法做事对的 这样外人也不会拿你是我进步编排难听的话 至于钱 不着急 树梅姐刚上班 一年给我拿些就行 明天我去开个账户 我下乡后也不能回来 以后树梅姐就往账户里打钱就行 到了这一步 也没有再拒绝的机会 林家秀也痛快地印下 王树梅脸色不好看 强撑着何思维回屋休息 何思维一离开 她眼圈就红了 那 给她八千块钱 那我上这一辈子班不是给她打工吗 给她 每年给多少给多少年就是你的事 到时就由不得她说了算了 你二十二了 也该找婆嫁了 别因小失大 趁着你和树在医院里还有人情在 你也能找个好婆家 我看前院赵家条件不错 她家老三不是分你们医院去了吗 性子老实 结婚后过日子你也能当家 少一眼界高 哪能看上我 你是嫁她儿子 又不是嫁她 平时在医院接触时间多 你聪明知道怎么做 我知道了 林家秀知道女儿聪明 分析出利弊后 她自就知道怎么做事好 第二天 滕重青一大早就过来找何思维 后天早上的火车 你东西收拾怎么样了 思维 你都带了什么 要是你带了 我就不带了 这样到了那边 咱们俩带的东西可以换着时 凤琴姐 到那边后还不知道咱们俩会不会被分到一个农场 你就不用考虑我能不能用上你带的东西 你先想着自己吧 再说我带的也是新衣服啥地 你也知道我不习惯和别人换穿衣服 好了 不逗你了 我今天过来是给你送信的 前几天收到的 何叔出事 一时忙忘记了 今天才想起来 谢小阳接给你的 何思维喜欢谢小阳的事 与何家走动的人都知道 何府活着时 也是将谢小阳当女婿对待 何思维也是将谢小阳当成自己的另一半 前世下乡他按谢小阳交代的 选择谢小阳所在的农场 后来 他听滕颂琴的话 用家传的医书药方在农场掌那里走后门 给谢小阳换取了工农大学名额 谢小阳回城上学半年后 来信和他提出了分手 重活一世 有很多事都想明白了 快打开看看 谢小阳知道咱们要过去 他那边怕是已经安排好了吧 面对滕颂琴的催促 何思维没像以往一样打开 看了一眼信封 又递给滕颂琴 怎么了 凤琴姐 你都看过了 直接告诉我里面写什么就行 我就不看了 你有打开过吗 滕颂琴接过信 将信翻来覆去的打量影 呦 还真被打开过 思维 一会儿回去我说他们 何思维知道滕颂琴在撒谎 也没戳破他 滕颂琴骚红脸 把信塞回何思维手里 何思维这才将信打开 这两年谢小阳来过的信 何思维都像宝贝一样珍贵的收起来 如今 再看到熟悉的字迹 还有里面关心的话 何思维心态平和 仿佛信里面写的话 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谢小阳信里说了什么 让你恋恋不舍的一步看目光 不会是说想你了吧 凤琴姐既然好奇 就看看吧 反正也不是外人 我可不看 咱们和谢小阳都是一起长大的 你们俩还是同学 这么说你们俩关系比我还近呢 他给我来信 以前是因为他是我爸徒弟 如今是因为我爸过世 等下次见面 我还真要和他说一下 以后不要写信了 省着让人误会 思维 你和小语的婚事可是两家默认的事 现在你这么说是想 凤琴姐 之前都是大人说笑的话 哪能当真 以后这是别再提了 我也不想让人误会 父亲过世 谢家没有来人 连面都没有漏 何思维前世还不懂 后来慢慢懂了 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他就是一个孤女 又下乡了 谢家怎么说也是工人家庭 自然觉得他配不上谢小阳 思维 你是不是怪何说过世 谢家没有来人 这是和谢小阳没关系 你不要怪他 凤琴姐 你想多了 我没生气 更不会怪他们 人情冷暖 在正常不过的事 我怎么会去怪他们呢 以前大人拿我们开玩笑也就算了 现在我们都大了 再拿这种事说笑就不好了 凤琴姐 你稳重又和谢小阳同岁 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 思维 这种事不要开玩笑 好好好 我不说 何思维面上硬着 心里却想装了好 日后就等着你打自己的脸 吃午饭时 凤琴姐 男人都好心的劝何思维两句 谢小阳品性不错 人也稳重 你爸活着时就很喜欢他 他又从你爸那学了不少东西去 你爸就是想着将来你嫁给他 他也能照顾好你 女人嫁人就相当于新生 下乡后嫁给村下人 哪比得过之根之底的好 你要想好了 何思维听出凤琴姐 是真心为他想 不管怎么想 就冲着他说的这几句话 何思维是感谢他的 李姨 我知道了 林家秀也便不再多说 做了六年佳人 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 做了六年佳人 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 第二天 姐姐 你要走了吗 小枫听话 等你上初中姐姐就来接你 咱们约好了是不是 走 我等你来接我 姐姐交代你的是还记得吗 记得 有人欺负我 我就往外跑 一边跑一边喊 聪明 我和小枫是晚上火车 一会儿直接去你姝梅姐寝室待着 小枫小 我肚子里又怀一个 就不送你去车站了 马上就要分开 林家秀也懒得在装贤惠 面上过得去就行 腾凤琴和你去一个地方 应该一会儿就过来找你 你们一起走我也能放心 都是面上的事 何思维敷衍的硬了声 八点多 腾凤琴就提着包裹过来了 之后 何思维留给家属院里的人 最后的印象就是 他扛着一个能把他整个人 都遮挡霉的大体包 一步三晃的走了 火车站里送行的人很多 何思维一路扛着大体包是笨重 可因为人多 被挤着走 反而自己省力了些 遇到几个同学也是下乡的 直接帮何思维他们把包提到了座位 人这么多 晚上去打水不容易 你们有需要热水的吗 我一起帮你们打回来 聂同学 麻烦你帮我打一暖瓶热水 过道人多 暖水瓶又装热水 我一趟到人不好 我和你一起去吧 他的体贴让聂照友又多看他一眼 相比之下 何思维就不懂事多了 何思维垂着眼帘只当没看到 火车上有座位的人都已经坐满 其中有人看到这边空两个座位 还过来询问 何思维看着窗外 听着段春荣声音沙哑 一遍遍遍打发过来询问的人 聂照友和腾重琴快开车试菜回来 车上人太多 差点没挤回来 你还难受吗 吃药了吗 身子哪不舒服 他嗓子疼 还失眠 应该是上火了 上火也不是小事 很多病都是上火来的 你张开嘴我看看你舌苔 段春荣听话地张开嘴 腾重琴让他把舌头伸出来 你这是扁桃腺炎 可不是上火 那怎么办 现在在火车上 再快也得三天下火车才能买到药 思维 你带轻酱完了吗 带时带了 不过段同学吃了应该没有用 前世 腾凤琴就是这样 靠着会点诊病给别人看病 而出药的时候 就会把问题推到他身上 思维 段同学还是初期 轻酱完四晚药就够用了 腾凤琴这么说 却让人误会和思维舍不得药了 唐同志 不用了 我挺一挺就过去了 段同学也觉得我舍不得拿药给你吗 何思维 你误会了 段春荣不是那样的人 那他是什么意思 你不愿给药 我自己不要还不行吗 好了好了 都是因为我多嘴 你们三个是同学 别因为这点小事伤感情 这位同志 你们既然是同学 你身上有要用舍不得拿出来 怎么没有助人为乐的功德心呢 现在的小姑娘自私着呢 长得挺好看的小姑娘 没想到人美行坏 大家误会了 思维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不是那样的人 应该是要在行李里 火车上人又多不方便拿出来 这哪是解释 应该是坐实了和思维自私小气 同志 你就不要帮她找借口 刚刚我们都看着呢 你是好心 那也得看看人家领不领情啊 面对四周看过来的不善目光 和思维面不改色 她仍旧淡淡地看着段春荣 段同学 我不给你拿药 是因为你根本不是扁桃现眼 是青架完也没有用 小姑娘 你不想给药就不给 胡乱找什么借口 思维 你消消气 是我看错了 我也只是护士 你就是太好心 他这样的人你还帮他掩饰什么 婶子是过来人 看人最冷 有些人啊 就是白眼狼 你帮他他也不知感恩 那段春荣得的是什么病 灭障有没有被周围的人带偏 他是信和思维的 大家静静 大家不了解 何同学从小就跟他附近学医 在我们那有小何大夫的称号 我是相信他医术的 是啊 大家刚刚误会了 思维医术很好 我才是班门弄府呢 思维 都是我不好 让大家误会你 腾凤卿谦虚诚恳地立马道歉 众人因为他误会 此事也不好怪他了 何思维同学 对不起 让你被人误会了 但是我刚刚并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段同学没有误会我 你只是生病太难受 刚刚咱们俩在这坐着时 有很多人过来问空位有没有人 你仍旧不厌其烦地回答 那时我就发现你在强撑着难受 还在回应别人询问 我确实很难受 炸热炸寒 咳嗽气短 还半有呼吸急促 特别是活动时 口有臭味 我说的没错吧 段春蓉连连点头 四周明显有党吸气声 指甲发精子 是肺浓阳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肺胃食热症 你没有发烧 不用吃药 多喝些水 不过你这几天便秘吧 热入中腹 肺子有炎症影响到大肠 单独致肺 自难取消 服用一年散脱下治标 再吃肺便宁致本 大便畅下 服气得行 肺热可泄 应该没问题了 这两样药我都有待 你吃上一天就应该没问题了 他一番专业理论 让在围观的人都惊艳一把 小姑娘 你能不能帮我也把把脉 我这几天头一直疼 我看病是要收费的 把脉每次五元 你们看看谁先来 小同志 你给你同学看病也没收钱 这位大娘 你也说了她是我同学 这位小同志说的对 大娘你在晚厨生几十年 怕是能和小姑娘做同学 你个王八高子 毛还没长急就开老娘的玩笑 老娘掰了你的牙 被嘴滑的打岔 舍不得花钱的人 也顺势找台阶下来 段春蓉吃了药又对何思维道谢 这时最开尴尬的就是腾仲勤了 之后何思维就掏出原来的高中语文课本看 腾仲勤开始看到何思维掏出书还以为是医书 结果看到是高中课本后 心下不屑的笑了 思维 我记得你不是有很多小说吗 凤琴姐说的是哪一本 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 还是法国小说家雨果的 对 就是那两本书 你看的是哪两本 我这次也带了新书过来 如果咱们分到一个农场 可以换着看 静静的顿和和九三年 之后三人接力的朗诵完诗歌后 四下里有叫好声 鼓掌声也响起 一穿着军装的男子走了过来 刚刚听到你们看过九三年 那本书我也看过 写的是法国大革命狂飙 十七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 遇到志同道和的人 少不得要讨论里面的情节 讨论到一半 明显他的知识含量跟不上了 我看的书不多 但是我们这还有一个看书多的 国平 你看的书多 难得遇到志同道和的人 和大家一起聊聊 和四维听到这个名字 心想不会那么巧吧 等看到自信从容站起来的 穿着军装的男人 沈同志 是你啊 真巧 怎么又遇到了 国平 你们认识 我租的房子是那位和同学的 越往北去 火车上下的人越多 这是在火车上的第二天 没有座位的人 却可以将包放在过道上 坐在包上 国梁同志 你们是中途上的车吧 前天上的车 耶 昨天竟然没有看到你们 第一天 上车人太多 其实第一天上车 他们就注意到这边了 小姑娘被质疑品行有问题 之后又反转 可是一出好戏 那你们什么时候下站啊 我们要到家室下车 我们也是到那边下车 我们下乡还不知道 分哪个农场 也不知道和你们去的地方 会不会顺路 如果顺路就好了 彭凤勤聊的这些话题 更偏重于唠家常 气氛有些冷场 明显不如刚刚更引人瞩目 而李国良也不习惯 像妇女一样老教掌 又将话题引回到文学上 问聂兆须和段春荣两个 你们看到文学著作 有看过关于军事类的吗 两人摇头 李国良也觉得自己想多了 现在的年轻人能看这些书 已经是极少的 他们只是学生 又不是当兵的 我看过些军事文学 周围视线都落在和思维身上 前世他是个很没有存在感的人 重生回来 他也没想过像腾凤奇那样 想吸引人注意 人活一世 别人的目光不重要 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是怎么看待辽审战役的 我只能通过自己看到的了解的 阐述一些我的看法 之后 和思维从步骤到过程 去分析辽审战役 为而不打 隔而不为 以知常攻敌之短等战略思维 分析了他的看法 小姑娘 行啊 我也只是随口说说 这一套术语下来 也管说的对不对 就能唬住一堆人啊 这话可不对啊 从你的分析来看 就知道你看过很多军事方面的理论书籍啊 现在的年轻人眼界宽 相信未来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思维同学 您那些军事文选这次有带出来吗 这一句北大荒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带了很多的书 如果你想看可以借给你 在李国良的带动下 沈国平也说了他的见解 他是军人 说的更精彩也读到 何思维边听 同时心里也暗暗说了句精彩 何同学 那你能不能听得出国平的理论和看法 是出自哪里 国良同志 你这样问就为男思维了 他一个女孩子哪能懂得这么深奥的东西 是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军事了吗 彭凤琴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何思维软软的声音打断 小姑娘 不错 他们实在不对 所以看这样的书多 可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小姑娘能懂这些 这才叫人震惊啊 何思维不知道他微翘起的唇角 暴露了他的内心 将他那点小得意净写出来 就像个等着被老师表扬的小学生 不错 《战争论》是一部举世文明的战争理论著作 不亚于中国的孙子兵法 很多喜欢看战争理论的人都了解 沈国平并没有夸赞 而是平常口气的就是论事 何思维微扬的唇角僵了一下 一对酒窝也担下去 果然还是个孩子 这时等到了车厢接轨的地方 李国梁才教育他 看看你 像冰块一样 难怪找不到女朋友 小姑娘懂这么多 你见过几个 就是见过的 也不一定有她的视角独到啊 小才更要打磨 骄傲使人失败 你当这是你手下的兵了 李国梁也知道说不通他 这位不是啊 本身就飞驰中午 索性换了话题 这次真打算把老爷子绑回来 老爷子当年下乡后 后来上面发话 他也不回去 他身体越来越不好 放任他一个人在那边 我也不放心 落了三天三休火车 终于到了地方 前世这里葬送了他的一生 重生回来 他要改变一生 也要从这里开始 何同学 我帮你提下火车吧 行李都背不了 等到了农场连队又怎么能干动火 我自己来就行 说得好 李国梁越发喜欢这小丫头 有文化又有骨子向上的劲 不过何思维嘴上说得轻松 下火车时还是因为身上的行李太大 差点整个人直接便朝下摔下火车 那时间里闷得人吧 快去吧 顺着他看的方向 何思维看过去 谢小阳 我们在这里 他声音响起时 谢小阳已经看到他们 同时大步往这边走来 总算到了 确定你们来的日期后 我是处着手指一天天盘 总算是见到人了 这样的话 前世年轻又不知情事的何思维 怎么能不误会谢小阳对他的心思 所以才深陷进去 从火车站出来后 四人被带到了不远处的拖拉机旁 思维等一下再上车 咱们去那边说 谢大哥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 谢大哥 并不是熟悉的甜而软的小阳哥 思维 不要任性 哼任性 不听你的就是任性了 你特喵当你是谁 思维 我这有事和你说 关于你爸爸的 卡车上的人都看着他们这边 都以为小情侣在闹别扭 投来了暧昧的笑声 谢大哥 你要和我说关于我爸爸哪方面的事 是知道我爸为什么跳楼吗 当见面你就这么急着和我说 除了这件事 也没有什么事能让你这么急着想告诉我了 原本暧昧又让人联想的气氛 被跳楼两个字打破 思维 你跟谢小阳去旁边说话吧 有些人是也不方便我们大家听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爸跳楼真是没什么蛮的 谢大哥 你只管说 我不在乎那些 而且大家都在车上等 只有我搞特殊不上车 这样不好 事实往着谢小阳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 他也察觉不对 再不阻拦 越吹越大 思维 你误会了 我要说的不是师父的事 是关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咱们俩之间有什么事 谢大哥 你这样说让我很为难 我要是再和你去一旁说话 岂不是让大家误会了 思维 你在说什么 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 你想多了 你出到这边 我就是想多叮嘱叮嘱你 原来是这样啊 那是我想多了 谢大哥 对不起 我也不想多想 在路上奉勤姐说起咱们俩的事 我才意识到你是我爸的徒弟 我也该和你保持距离 不能让人生出别的误会来 谢小阳往拖拉机上看去 彭奉勤对上谢小阳的目光 眼神慌乱 他平时是明里暗里总在何思维面前提着事 可是以前也没事啊 谁想着何父去世后 何思维突然变了 现在当着谢小阳的面还告黑状 我就说你这小丫头怎么突然和我生分起来了呢 谢大哥 这次下乡分配到你这边来 我也很意外 我爸爸突然过世 也让我一直走不出来 他去世前 你总和他通信 在系里问的也是一些中医方面的理论 你们下乡时学过两年中医 又和我爸通信两年 孙孙也学了四年 想来也能独当一面 这也是我爸最想看到的 至于我到这边后 你不必担心 大家能吃的苦 我也能吃 你更不要因为我而搞特殊 让别人对你生出不满 十八也不小事的大人了 能独当一面 三言两语 何思维就当着众人面 把他与谢小阳之间的关系说清楚 也将他的想法扯到了表面上 思维 你要强 想证明自己可以 我能理解 也支持你 在知道你要下乡后 我就托人把你分配到我这边来 也是想代替师父照顾你 谢大哥 你们一个个都可以做我的主 这是我的人生 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想法 你们 凤琴姐说为了照顾我而选择下乡 还好他下乡也能解决他们家的难题 毕竟他不下乡 他弟弟没有单位接收就得下乡 我心里的愧疚还会少一些 你又为方便照顾我的名义 将我设到这边 谢大哥 你是了解我的 我不喜欢破坏规矩 更不喜欢搞特殊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子弟 你们为我好我懂 可是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我 拖拉机上的十多个人 看了半天 也忍不住小声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有人觉得何思维不知感恩 别人对他好他不知领情 还发脾气 谢小阳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先让何知青上车 谢小阳接二连三丢面子 心里也有了火气 暗想吃吃苦就不会再这么嘴 好好好 是我们做错了 没有征求你意见 忽视你是大人了 这是待到营部再说 你先上车吧 之后就上了车 做了一天一夜的拖拉机 到了农场营部 我爹的个天啊 真是哪啊 大家都起来了 一路辛苦了 咱们农场营部去年初见 只有三个农场 如今想应上面号召 今年要求开始向荒原进军 你们都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开发建设新增长的重担 就要落在你们身上 营长 工程连练 方大甘来了 接下来会有人询问 你们的人已经要去查队去哪里 今天会有一简短的欢迎会 大家吃好 周先生交代完就走了 在两名工作人员的介绍下 大家知道现在有三个农场 每个农场又各有数个 生产连队和加工连 工程连 许同志 刚刚营长说让我们向荒原进京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不要急 先进去洗漱收拾东西 然后在院里集合 我会把接下来的情况 都细细地说给大家 众人刚起来 被他一提点 不敢耽误都会去收拾行李 你知青起来得早 东西早就收拾完 赢不着 下面的连队更差吧 应该不会吧 咱们出到这边 没有经验 真要让咱们自去闯 那不就跟没断奶的娃娃 被扔进狼群吗 狼 我们那嘎达儿都有狼 更不要说这里荒无人烟 咋能没狼呢 行了 别吓他了 之后 雪海将众人带到食堂 食堂里有四张大圆桌子 这可是咱们养猪场 自己养出来的猪 大家放开了吃 管够 说完就走了 有了先前周营长的话 众人心情很沉重 他放情出去了 我看他好像是追那个谢同志去了 嗯 我知道了 怕是吃过早饭就要分地方 这一天还有的忙 吃饱些 一大早就弄这么丰盛的饭菜 可见饭后就要分地方走了 前世也是如此 段春荣也只是想提醒何思维 他知道了就行 怎么想怎么做就是何思维自己的事 他也不用操心了 以前谢小杨给我爸写信时 皮肤这边还有养牛连队 但是下乡的知青观念上原因不愿当牛管 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 去那里也不错 段春荣身材偏瘦恶骨很高 脸色枯萎蜡黄 不说话时面上眉头眼睛 给人错觉神情痛苦 似长久被病痛折磨着 爱营长说的 咱们去的环境可能很艰苦 咱们从小到大没干过农活 干起来力不从心 就拿最简单的挖排水沟这事来说 咱们这样的体格能挖多少 口羊是按公分分的 持续下去咱们连饭都吃不饱 段春荣眼睛里带着光 不等开口 走到两人身边 对两人羊羊下巴 示意两人跟上 小羊 思维的事就麻烦你了 你只管安排好思维就行 我这边分到哪里都可以 营部这边有医院 我和朋友打过招呼 说好了确认第一时间通知我 你这边也不要着急 师父带我不包 即便被人当面说我走后门 我也不能让思维去下面吃苦 两人明显是要结束谈话 三人不敢多停留 巧声离开 回来后看到大家都挤在一起 可思维就听到腾宋琴 在指挥两个男之亲 按着地上的男子 大家散开一下 让空气进来 对病人有好处 众人配合的往外围退了几 这样一来 何思维也看清楚了里面的情况 老周怎么了 刚刚人还有意识的时候 我简单询问几句 他出现头晕 乏力 出汗等症状 应该是低血糖引发的抽搐 你们去弄点糖过来 低血糖也会抽搐吗 不是癫痫才抽搐吗 腾宋琴面对众人的疑 没有回答 周师父是不是有糖脑病 由于葡萄糖摄入过少 或消耗过多的引起 可因运动 劳累等诱发 多建议糖脑病患者 他振颤 黑芒 当大脑严重功能 缺氧不足时 就会出现全身抽搐 医食障碍等表现 至于癫痫 症状轻者可表现为 局部肢体的抽搐 症状严重者可出现 全身肢体的强制症弯发作 但有医食障碍等 从周师父的症状来看 它应该是低血糖引起的癫痫 我这有一块糖 这要不行 得白糖充水 你去找糖水 我带着人先把周师父抬进屋 之后 四个知青合力将人抬起来 腾凤琴跟上 在谢小阳的带领下进屋了 到了陌生的地方 未来不知怎么样 又有人病跑 众人心情也沉重了许 说完了 和上面反应过了 正好有一个连队 需要找个知青代替老职工 思维同学 谢谢你 我只是提了一句 是你运气好 腾凤琴怕是要留在营部这边了 这时 另一个工作人员过来了 召集大家集合 把上面下达的意见也说了 与早上周营长说的思想一样 只不过可以自主选择要去的地 大家想好了 现在就可以过来登记 咱们时间紧任务重 已经入秋 这边冬天来得早 要在天冷之前都安顿下来 可思维刚要上去报名 就被人从身后拉住 思维 你那边我安排好了 你一会儿报名直接报汤燃农场 我那边有认识的人 你过去后 平时还可以照顾一下你 刚刚腾凤琴救下周师傅 上面知道他以前在职工医院做护士 被留在这边医院 思维 你听话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等安顿好之后 咱们再细细谈好吗 谢小阳见他沉默只当硬想 他不好在这多待 先离开 聂照友和段春荣就在走 两人关心地看着他 几天的相处 他们大体也了解了何思维的想法 他不想依靠任何人 同志 我报名和大家一起开荒新联队 名字 何思维 看到这一幕 别的知青误会是对方受谢小阳托付 要给何思维走后门了 重活一世 知道很多真相 何思维却知道做登记的人 并不喜欢谢小阳 甚至还有些私人恩怨 你真要去搞开荒 男人多打量他急 最后什么也没说 只说下一个 思维 谢小阳说的也没错 出到这里 有人照顾还是方便一些的 我搞特殊化 对大家都不公平 大家都是为祖国做贡献 没的我就是特别的 我觉得聂直青说的也对 不管别人怎么想 刚到这边 有个好去处 确实很不容易 汤圆农场是老农场 五十六年建成 各方面都完善 我是家世人 对这些还了解一些 很多下乡的人 都是希望分到汤县农场去 我还年轻 也不想错过 与大家一起成长的经历 于小燕见他本人 积极心这么浓 便也不再多全 谢小阳 你看现在怎么安排啊 他想有一番作为 我也不好拦着他 那就把他放到最需要人 最艰苦的地方去吧 那行 到时你可别心疼啊 等到公布名单的时候 和思维被分到了开荒农场 那是个四季都不能休息的农场 冬天的冷 是人无法想象得到的 思维 哪里需要 咱们就去哪里 没事的 亲信你们两个分到一起 能彼此照顾 于小燕为两人担心 又帮不上忙 只能挑着宽慰的话说 以后咱们要在一起生活很多年 不用紧张和害怕 何知青 谢谢你 何思维看着王贵真 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前世的自己 似乎也是这样 怯懦又扶不上墙 总想依靠别人 哪位是何知青 周师傅现在很危险 你同伴说你能医治 麻烦你跟我过去看看 病情很紧迫 何思维听到是周师傅并不意外 思维 刚刚喝过糖水 周师傅已经好了 怎么突然又抽出上了 思维 周师傅的病你多用用心 何思维没理他 直接抓过周师傅的手腕 莫尘贤 他又看了看周师傅的舌头 舌质红 太白你 有谁和平时周师傅一起住 我要询问些情况 我和周师傅一起住 周师傅平时有头痛试睡 全身无力的症状 雷后中痰夜独醒的情况 他这种抽搐的情况是以前就有过 还是今天是第一次 周师傅以前没有抽搐的情况 但是这两个月 他确实有被痰夜独醒的情况 头痛和全身无力 周师傅这两个月也会不时的说起 周师傅平时可说过 他妻人中有过这种抽搐的情况 周营长没有这种情况 周营长 是他想到的那个周营长吗 思维 这位董继兵是周营长的警卫人 周师傅是周营长的二叔 好 我知道了 周师傅是癫痫 也就是咱们俗车了杨角峰 确 确定吗 可是刚刚唐知青说只是滴血糖啊 天气一早一晚冷 被冻到的人都会头痛和全身无力 周师傅或许只是冻到了 从脉搏和舌质上看 心肝热胜 发为闲症 从周师傅的反应来看 抽搐以及口角流闲 发作时意识丧失 正是癫痫的症状 那怎么办 本病发作时无法服药 口袋能在稳定期间服药 等一下吧 应该一会儿就会平静下来 徐海看向周师傅 身子还在抽搐 但是没刚刚反应激烈 对于何思维的话已经信了一半 可知青 等人稳定之后 需要怎么治疗 吃什么呀 服用本妥婴娜和卢敏娜 这两种药就可以 两者先同时服用 十天后停服本妥婴娜 单服卢敏娜 每日散次 周师傅出饭 又不是遗传 应该很容易治疗 何思维半垂眼里 没表态 至于谢小阳抢功劳的事 神色也淡淡的 西奥现在咱们这边很紧缺 有没有中药的治疗的方子 谢小阳知道西奥 还是名字好记 中医当然有方子 可是他学中医那两名 就没有记过方子 咱们中医不大精神 虽然是有的 慈威在我们那边 就是肖有名声的小何大夫 这点是难不倒他 腾凤琴和谢小阳 想领功劳 这是何思维管不着 可是不征求他的意见 擅自替他做主 又把他架在火上烤 这不行 凤琴姐 千万别这么说 癫痫也分很多种 每个人身体情况也不一样 你把我说得这么厉害 万一辜负了病人的期许 再指责我是庸医 我可就白口莫辩了 知道你谦虚 我不说了 不是谦虚 是事实 就说癫痫不只有杨角风 还有犬贤 刘贤 鸡贤 猪贤 由于杨贤较多贱 所以世人常把癫痫都说出为杨贤风 也就是杨角风 我跟在我爸爸身边多是做助手 看诊的时候并不多 所以经验也不足 眼下我说周师傅是杨角风 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比如先前凤琴姐说周师傅是低血糖才抽出一样 都有可能会误诊 我只是个护士 误诊说得过去 你觉得是中医 如果误诊了确实问题很严重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送周师傅去医院吧 腾纵琴不想让何四位出风头 已经达到目的 整个人也越发放松 董警卫 你看呢 何知青 如果按周医的方法治 要怎么治 要多久能看到疗效如何 四位 周师傅的病耽误不得 你要谨慎啊 实在不行也不要硬撑 大家都不会怪你 周医认为杨角风暑糖火即干热生风 故将之法代括为金坛 凉干 西风等 周师傅是初次罢作 又不是遗传 原服实际药 边嫌停止发作 再改用大金丹长服 应该就可以了 药方我写下来 你按着上面去抓药 一切熬成养分 早晚个服一份 大金丹中医局应该有卖的 直接买现成的就可以 何思维转身就去一旁写处方了 这时周师傅也不抽出了 何思维安静的写着处方 察觉到身边有人凑过来时 何思维已经收了最后一笔 思维 跟我吧 这点是不用麻烦你 活了两世 腾凤情绝个屁 何思维都知道他要拉什么事 思维 刚刚我还和谢小阳说 你不该去开发新农场 你有一术 留在营部这边的医院 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正好那边还没有来接你 我去和谢小阳商量一下 想办法将你留下来 凤情姐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的 不过我的事以后 就不操你们操心了 思维 你不要任性 我们是为了你好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怎么可能下降 谢小阳为了你 他求了很多人 这个时候不是任性的时候 这时候 董基兵走过来 何知青 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处方 周师傅醒了 我再给他看一看 董基兵也是这个意思 两人去了床边 腾凤琴被无视掉 有没有突然昏厥 八宋后头痛牙疼多汗 又谈闲多 今早上突然昏厥过一次 我没和外人说 醒来之后 确实有你说的症状 我出诊断是癫痫 只是出气 如果有时间 还去医院检查一下更好 何知青 谢谢你 周师傅客气了 何思维见人没事 变起初 何知青 你太厉害了 从小跟在我爸身边 耳容不染就学了一些 这是谢小阳追出来 我刚刚和徐海说了一声 你留在营部这边 不用去半子农场 不必了 我想挑战新鲜事物 思维 你不要任性 见这两人盯着自己 像盯着肉一般 何思维厌恶得紧 说话也不再客气 我任性 不听你们的安排 就是任性吗 我的人生 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安排 思维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好赖不知吗 从街道人 到现在 一次次失去掌控 谢小阳的耐性 已经被磨光了 思维 你太任性了 看看把谢小阳气的 不是小孩子 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 安排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就是任性 俺看不对的是你 你凭什么安排 和思维的人生 说的没错 我的人生 为什么要有你们安排 我还想大家面上过得去 才一次次退让 现在看我这样做就是错 就该谁的面子也不给 思维 我和凤琴不是想干涉你的人生 是不放心你 我在北大荒代了两年 这里环境有多恶劣 我最清楚 师父走了 你后马不管你 除了我还有谁会管你 况且师父活着时 就说过将来 等咱们俩个长大了 咻 小阳 先别说这茬 来的路上四位就三番五次的提醒我 不要再等你们的婚事 婚事 是有口头之约 还是两家定下了 我爸当年就是开玩笑一说 如果开玩笑的话也要当真 那以后谁还敢开玩笑啊 好 我们不劝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们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如果让我知道你没照顾好自己 我不管你愿不愿意 都会将你接到我身边照顾 王贵真嘴巴微张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和思维已经说的那么不客气 对方非但没有生气 还如此包容体贴 王贵真怎么也想不到会这样 我当然会照顾好我自己 接到你身边照顾这事就不必了 无亲无故的 让人误会 你是我师父的女儿 谁也不会误会 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弄那些老旧思想喊认师父啊 你在淫不宣传队 这事各要杜绝了 万一被人举报 被处分后悔也晚了 和思维轻描淡写的话 谢小阳却心紧了几 是啊 这一点被他忽视了 自是重道 师父是我师父 不管什么年代都改变不了 别人想举报就举报去 那也不行 我爸走了 不能还牵连你 他地下有知 也会难安 谢小阳哑然 那就这样吧 和思维知道谢小阳的弱点在哪里 一抓一个准 相信以后谢小阳也不会再提师父这样个字 我怎么觉得不认识思维了 和是你 我也觉得这是换了个人 好了 你也消消火 让他吃几天苦头 自己就知道找你了 谢小阳之前也这么认为 此事却不这么想 腾知青 你在这啊 我还想着让人去找你 这下也省事了 我直接和你说就行 刚刚营部医院那边来电话 说眼下还不缺人手 但是汤圆农场场部那边需要人手 汤圆农场的人正好过来接人 你收拾一下东西 先跟他们过去 等营部医院这边缺人手 我再调你回来 腾凤青嘴巴微张 愣在当场腾凤青看向谢小阳 走吧 我送你过去 腾凤青准备好要说他没事的话 结果又被噎了回去 他以为谢小阳会安慰他几句 甚至放话会帮忙 结果另一边 思维和王贵珍已经坐上托拉机上 往半子农场而去 开始被大荒生火 托拉机中途停下下步两次人 最后只剩下何思维和王贵珍 凌晨一点多 托拉机停了下来 到了吗 应该是到地方 俺弟娘啊 总算到地方了 再不到地方 俺这身子就要零碎了 许事与何思维在一起亲近了 王贵珍放松后 话也多了起来 两位执青同志 下车吧 师傅 农场的房子呢 看到了吗 那边有灯 农场就在散上 何执青 出来时的周师傅特意交代 要夺上你们一段距离 这边已经是离山最近的地方 顺着这条小路再往前面走 卡车开不进去 农场里的人下来也不容易 不过已经给他们递过信 在山上挂一盏的 再找两个男童子下来接你们 算算时间 应该是在路上 我先陪你们在这等着 等你们与农场里的人会合 我再回去 师傅 天婉 你也赶路吧 我们两个自己慢慢往山上走 今天多谢你 麻烦你回去也带我谢谢周师傅 之后两人往山上走 迷路不好走 两人还抬着重重的行 走了一会 思维 那要是累了 咱们就休息一会儿 那么城里姑娘没干过重活 也没使过力 俺从小就在家里干农活 干习惯了 所以不觉得累 只有两人 王贵真又放松 说话时方言也多了些 累是累 不过还能坚持 停下来休息也休息不好 全是蚊子小咬 走路还能好一些 等到了山上抽空 我找些草药 做点蛊子的荷包 咱们带在身上 此类 那真厉害 啥都会弄 俺除了种地 啥也不会 种地咋了 种地也是门学问啊 你让我种我就种不好 等到了山上后 我还要和你学种地呢 对了 到时咱们买点菜种子 可以在山上挖块菜地出来 你教我种菜 这个不用教 一看就会儿 俺这次过来 俺娘给俺带了些种子 有萝卜 有白菜 还有萝卜 这些种子都是俺家自己晒的 你娘真好 俺娘可好了 俺家口粮不够吃 俺娘把口粮都留给俺们 他只吃土豆萝卜 走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与山上下来接他们的人会合 两个二十五六岁的男知青 看到只有两个女知青也愣住 只有你们两个吗 同志你好 我们是这次被分配到半子农场的新人 我叫何思维 啊 我叫王贵珍 李学公 上面安排两女的过来能干什么啊 你看看他们俩 手不能提 肩不能抬的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不行 这人咱们不能接 当他们会赢不 上面怎么安排就怎么做 先带人上身吧 我反对 萧瘦根 我是厂长 好 我不管 点看着路动 下面农场都等着半子过动 看不出工作来 你自己和上面交代 萧瘦根怒气冲冲走到何思维他们面前 一只手提起何思维的大包扔到肩上扛起来 随后弯下腰将王贵珍的小包提起来 扔下三人 大步走了 萧瘦根同志年轻 脾气直 但是心地不坏 刚刚的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 李学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自己和萧瘦根 两人一个是厂长 一个是副厂长 便带着两人追萧瘦根去了 厂长 咱们农场是新建点 是今年新建的吗 不是今年 是这个月刚见 我们也是今天下午才到山上 不然就去营布解你们了 李学公以为两个女孩子听到新建点会被吓到 结果两人吻了一点没有任何反应 之后走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地方 这是把家都搬来了吧 咱们整个农场的工具也没有这些种 咱们是过来建新农场的 可不是过来过家家的 李学公脾气好 不接话 就安静地听着 这是何思维和王贵珍 在比人还高的杂草丛中被平整出一块空地 只见两顶帐篷在那 新建点 一切都没有准备 以后咱们大家一起用双手建立新家园 凌晨三点多 和他们说鼓励的花有啥用 班子农场就这样 要是怕吃苦 明天一早就会营布 还来得及 王贵珍一脸害怕 何思维和王贵珍是站在没有灯下 能很清晰地看到两人的神情 北大荒哪里不苦 我们是知青 那怎么了 在你眼里就不能吃苦耐劳了 一路上 何思维累得没精力搭理他 这人还没完没了啊 真当他们好欺负吗 萧兽根 何知青说的没错 你不要以貌看人 我也要批评你 你这种态度不对 引力把人分到咱们这 那就是咱们的同志 你要端正态度 思想觉悟也要端上去 萧兽根冷哼一声 转身走了 萧兽根同志刀子嘴豆腐心 以后接触久了 你们就了解了 刚刚在路上 一直没有停下来休息 也是萧兽根提议的 他也是为你们着想 如果不一口气憋住爬到山上 越休息越累 天亮才能赶回来不说 你们也没有时间休息 何思维愣了一下 心说那萧兽根品行 看来也不错 离开的萧兽根又回来了 半搭了这眼皮 从三人身边走过 眼神也没丢一个 大半夜的你挖草干什么 把个地方杀张黄给他们住 不然虽少从李维文字啊 你们看 我说的没错吧 李厂长 萧副厂长 你们也快去休息吧 接下来的事 我们俩自己弄就行 因为我们的事 让你们辛苦了 应该的 以后大家一起工作 不用这么客气 思维 我去找些干草 困在里面 三人也收拖 晚上不要一个人单独走 你们先将就到天亮 等天亮后再说 这只是临时住的地方 交代完要走 艰苦的新生活 却让和思维踏实 好得这遥远 也不用担心 腾凤琴和谢小阳的算计 更不用像前世一样 嫁给那个整日里 对他动手的账 第二天一大早 同志们 按上面指示 咱们半子农场 昨天就成立了 农场出界 面临的事情问题很多 但是我相信 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下 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 将农场建好 同时也完成 上面交代的任务 半子农场是做什么 老人都知道 只有何思维和王贵真是心愿 李学公还特意给两人解释了一下 这边落学早 如今八月初 但是十月初 各个农场需要的半子 要交上去一部分 保证区呢 时间紧任务中 召集大家开会 也是分派任务 咱们农场算上 昨晚新来的两位知青 总共二十二人 女同志八人 何思维同志 与王贵真同志是心愿 我和肖副厂长商量决定 由他们两个人做饭 另外六个女知青都是老同志 由你们来解决 住何知识问题 当然趁着现在还没有上斗 为了明年吃菜 还需要开荒中 咱们自己需要的口粮 男同志伐木砍树 厂长 时间紧任务中 我和另外五名女同志 和你们一起伐木 做出何知识开荒问题 交给两名新知青吧 厂长 没有开口 两名新知青刚来 其中一个弱的一阵风都能吹走 这么重的工作 她还真担心吃不消 厂长 就按孙会计说的办吧 我和王贵真没问题 何思维并不觉得 孙向红是在针对她和王贵真 新建点工作多 还有这么重的任务 她和王贵真又不是多金贵的人 没有必要被特殊照顾 行 那就交给你们了 会开玩了 工作量大 大家没有耽误时间吃过早饭 就带着大具伐木去 力求后天短 大家回来吃午饭 一天干不出多少活 所以是两顿饭 我们会晚上天黑下宫 你看着安排就行 帐篷就这么大 你们可以把口粮搬出去 藤叔住的地方 向红姐 不用这么麻烦 我和王贵真住在那个小帐篷里就行 口粮重要 放在帐篷里安全 也能避开动物偷 行 你看着安排就好 小姑娘没有误会被排挤 还这么体贴 虽然弱弱的 倒是改变了孙向红初始的印象 何自伟 眼下口粮营宫那边每个月会送来 只是咱们吃水问题还要解决 我们也是昨天到山上后才发现没有水源 昨天只提了石头水上山 今天你和王贵真要把找水源放在第一位 营地里只剩下何思维和王贵真 王贵真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和孙会计说过 咱们俩住在那个小帐篷就行 你先把帐篷里的图往下啊 再找些木头架上 简易的先搭成床 被入离开地面 这样也隔粮 我去那边产草 尽可能多产些空地来 把地基挖出来 冬天帐篷不保暖 咱们争取在下雪前弄的你房子出来 看好营地 我要去附近寻找水源 大山不安全 我陪你一起去 去找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咱们俩一起去这边的活就要耽误 我小时候常陪我爸进山 走不丢 我自己去就行 那你也别走太远 王贵真听到他进过山也就放心了 何思维又掏出两个芝麻饼 不行 我不能要 现在口粮紧缺 更不要说芝麻饼 王贵真在家里也没有吃过 我没带多少 大家都在不好拿出来 早上吃那么点东西 又要干一天活 哪干得动 何思维不由分说地将饼塞到他手里 拿着斧头走 王贵真舍不得吃 手里的芝麻饼看了又看 吃了吧 等大家都回来看都更不好 王贵真惊得差点把芝麻饼扔了 笑 笑福成长 我回来去说 王贵真神色间满是慌乱 觉得自己给何思维惹麻烦了 好好的一块芝麻饼 最后也没吃出个滋味了 而另一边的何思维没有找到水 却在走出去半个多小时候 救了一个老头 小丫头你怎么会在山里 大爷 我还想问你 怎么会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呢 走近一看 老头的脚脖子红肿的像拳头一样大 真是崴到了 一不留神 就从上面山坡上滑下来 何思维拔拔鼓 嘴上说应该没大问题 两手却又很右准的突然用力一摆 只听到老人脚鼓那咔了一声 骨头错位 现在好了 您再试着动一动 姑娘 你去过一 我爸是中医 小时候跟他学了些 不错 有出息 何思维扶着在原地来回走了几 虽然还有歇头 不过骨头已经归位了 没什么大事 再养养就行了 大爷 您也懂一 懂啊 小丫头你怎么在山里 我们是昨天新建点的半字农场 今天我过来找水源 没想到遇到您了 您一个人在这 我会是来采药的吧 是啊 眼看着天要冷了 趁着下雪前 采些草药背着 在这尾大荒生病吃药 可是难是啊 可惜年纪大了 动作起来不灵便 草药没采到多少 反而自己受伤了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像您这个年纪 能一个人走这么远又爬到山上 年轻人能做到的也不多 何思维看到竹筐打拧的草药后 看着可不像今天采了 大爷 您不会昨天崴脚在这待一晚上吧 是啊 这不是运气好 碰到你这个小丫头了 如果没遇到我呢 您怎么办 何思维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 老人淡定 对于自己的遭遇能笑谈风云 再看老人干裂的嘴唇 何思维心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大爷 您把饼子吃了 然后我扶您回我们农场 哦 那爷爷就不和你客气了 之后他们回到了新建点 思维 你总算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就要去找你了 这位大爷是 这位是沈爷爷 是汤圆农场下面连队的 到这边山上采药伤了腿 让你一个人做饭 辛苦你了 辛苦啥 做饭能累啥 路上 何思维已知道老人姓沈 多年前因为一些问题 被吓放到这边来 这边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